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抨击他在处理EMDB的事情 杰蒂没有对外抱怨或者喊冤 只是表示他有信心在38天之内 也就是在他退休之前对EMDB采取行动 并在国行的能力范畴内 EMDB可能会面临罚款 以及要求EMDB把资金测回国内 另外在未来国行总裁的人选上 杰蒂说出了他的坚持 也就是不能跟首相做朋友 不受政治干预 以及必须能即刻投入工作 而理由很简单 他说现在不是太平盛世 而是动荡的时刻 所以未来的总裁人选 必须捍卫国行的中立和专业 而这也是杰蒂回答记者的问题时 说他自己和他的团队 为何可以不受外界优惑条件的诱惑和挖角 坚持选择在国行服务超过30年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相信可以做出改变 而此时时刻的大马 杰蒂提出了有三高和三低的问题 三高是指依赖外劳以及高度拥有车子和房屋的比率 另外三低是指低生产力 低技能以及低科技使用率 他说唯有提高生产力才会增加国民收入 也因为现在的低生产力 国民收入增加缓慢 才倍感生活压力沉重 此外杰蒂也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 也就是教育价格扭曲以及宽平就绪 唯有如此大马才能迈向高薪的先进国 对于退休生活 杰蒂表示会写书陪家人以及担任讲师 激励年轻一代的学子 来看其他的新闻快讯 即爆出一名轻体部小官贪污以亿令吉的案件之后 昨天反贪会再扣留两名怀疑涉案的人士 其中一人同样是政府官员 根据反贪会调查主任阿战巴基透露 该名官员目前在农业部任职 之前曾经在轻体部工作 而另外一名涉案人士则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两人将被延扣七天注查 而这起贪污案件从上个星期五至今 已经陆续扣留了九人 来看下一则新闻 柔佛王楚东姑伊斯迈 昨天在脸书撰文 提醒中央政府不要贪婪和恋权 他说到政府是被委任来为民服务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人民 所以他珍惜柔佛王室和现今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 也希望1992年发生的宪法危机 导致王室受到无理对待的事情 不会再重演 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